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,还怕99A坦克到不了边境,运20带来大惊喜,兼20首次出海时讯。 说实话对于我们的空军来说,投送能力一直都是短板,而且印度的运输能力都比我们强。 而对于我们已经就类的运20来说,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军用战略运输机,不仅仅可以运输大量的物资和人员,包括一些重型武器装备都能够运输。 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大校5月8日发布消息,中国自主发展的运20大型运输机,近日首次与空降兵部队联合开展空降空投训练,这也是运20第一次参与投送训练,意义显然巨大。 也给我们带来了相当大的惊喜,战略投送能力,直接决定了战时的补给和支援能力,如果说运输能力不行的话,在一些偏远地区显然会让几方陷入大大的尴尬。 对于我们的边境来说,最容易成为焦点的,显然就是西南边境了吧,毕竟去年和印度在边境附近发生了非常不愉快的事件,依然让人记忆犹新。 要知道西南边境想要把大量的物资和人员运上去本身就不那么容易,如果再把一些重型武器装备运上去,更是难上加难。 最具代表的就是我们的99A主战坦克,虽然说引进的1276运输机载众已经相当惊人,但是说实话依然不太适合运载我们的99A主战坦克,而且宽度显然也不够,只能凑合运载我们的96A坦克,还怕99A坦克到不了边境。 运20这次时讯带来了大惊喜,毕竟对于运20来说,运20的最大载重量超过66吨,而99A主战坦克的重量,差不多在58吨,而且宽度也适合。 无论是铁路还是公路,想要和空运相比,显然不是一个级别。 所以有人说,我们的99A主战坦克,暂时很难抵达边境,但是运20现在已经开始进行投送训练,加以时日,完全可以向边境投送99A主战坦克。 对于此次运20开展空架空投训练,对于未来把99A这样的主战坦克投送到边境显然不再是什么难事,而且运20完全国产,现在已经量产,不用看别人的脸色,战时可大规模投送,像西南这样的边境来说显然不再是什么难事。 而在昨天,我们空军发言人首次证实了歼20已经出海了进行了训练,对于那些叫嚣歼歼20不敢出海的人来说,估计要失望了,谁说我们的歼20只能在家里飞飞,这次歼20首次出海时训,歼0下20战机展示海空,实战时训,有助于空军更好的歼负起维护国家主权,安全和领土完整的神圣使命。 至于此次出行的是哪个海,感觉南海的可能性更大。